接著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喔!FMX欸 有新車欸 讓我去看看 大家好 我很意外的騎到這台FMX 我現在是有點興奮 這台車非常的新啊 拆騎了12公里 我剛剛其實就是在路上偶遇到他 然後我去 經銷商跟他們聊一下天 因為這台車是 就是之後的試乘車啦 所以他們就是說可以讓我稍微騎一下 我現在稍微慢慢騎 我覺得這台車的 他的那個引擎細膩度表現真的 還不錯欸 可是吹起來的感覺 他是偏向有點 慵懶的引擎聲 我現在還不敢騎快 我先慢慢騎 騎下來的反應其實很不錯 在速40 50的時候 引擎的震動是不大的 那我現在掉個頭 好我現在做個加速 OK 它的推送感到 70公里左右 其實都是一個很線性的過程 雖然說 沒有說很暴力 然後 跟我騎過的Fighter那些比其實也還好 沒有 還是沒有像150這麼有力啦 但是 跟125比它好像又是順暢了一點點 我再吹一次 傳動大概在過五六千轉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推送感 但是居然在三四千轉 它的油門的回饋反應也是還不錯的 好路沒了 我現在這樣一路騎 推送到大概六七十是還不錯的 好現在這邊沒有車 我來做一個 動態測試好了 它騎起來感覺 這樣子 左右晃一下 還有 我等一下試一下前面過彎好了 喔喔這邊都是泥土路 掉頭掉頭 它很好回轉 它的龍頭舵腳很大 非常的大 可能是跟我騎習慣檔車有關係吧 不過 這個舵腳我覺得比Jet S還要大 煞車很有力 前後一級煞的話 可能因為這台車很輕 然後它的油門的反應真的很靈敏 OK 前煞車 還算堪用 但是如果 我覺得來力面可以再升級一點點 以這樣的車速來講的話 前煞車是算堪用啦 後面 按一下就鎖死了 後面蠻容易鎖死的 後面可能還是需要 跟前面互補才可以 很可惜這台車沒有ABS 前後 前後互補的話就煞車反應算蠻線性蠻OK 再來就是我發現 以載車它的前懸吊 它支撐性算是OK的 後懸吊反應也還不錯 載車的懸吊系統 應該不大需要費心啦 可是這也可能是因為這台車是行車的關係 好 那接著我要來試一下 它的怠速起步系統 車上是說3秒鐘吧 停止 3秒鐘就會進入怠速起火 好 熄火了 那我現在再度起步 再一次 好 那我現在吹油門 其實它反應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你不會感覺它那種 就是 啟動馬的那種聲音 這種起步好像什麼 就好像說 車子專業開關 開關打開 它就走 開關關起來 它就不走 它沒有那個什麼啟動的過程 就像打開開關一樣順暢 這個 代速起步系統真的還不錯耶 好 現在夠 再來就是 它說它的那個懸吊系統做的改善 就是起步的時候不會有什麼 車子 車頭會揚起或是什麼樣的 那個文章我有看 但是實際上呢 我覺得啦 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不要怕我 就是我覺得其實是 體感感受是不大的 因為 這畢竟是物理慣性啦 所以你在起步 像我剛才吹的時候 它的 車頭還是有稍微微微的揚起 但是已經抑制還不錯了 可是 有沒有像某些評論說的這麼深 我覺得是沒有的 是還好的 好 那我要把車騎回去還了 這次的FMX體驗就到這邊 很意外呢 就體驗到了 我們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